大家好 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我是李國慶 兩張好牌一起上中港股市等叫壺 在未講今天的題目之前 請大家看看恆新指數表現 全日恆市升了348點 收報28,550點 今天的股市其實都可以說是高開高走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美國減息 而昨天已經開始升 就是因為習特有會 所以在這個星期一的時候 我和大家講這個視頻的時候 題目是說兩份聲明定好淡 當時已經說到市場在等兩個聲明 第一個聲明 就是昨晚聯儲屋會議的聲明 就知道的 一定是香港時間 星期四凌晨就會公佈 亦都預期了應該是會放假的 這個聲明其實就不出所料 市場是敢股 結果都是這樣 亦都是現在市場估計 在7月份減息的機會 可以說是100% 只是減多少 減一次的 即是減0.25%的機會率 大概75%左右 有25%是減0.5% 所以7月就沒什麼懸念了 亦都估計9月都是會減息的 問題只是12月減不減 那個是後話來的 不用說這麼遠了 總之就會減息 這個聲明利好 大家都知道 另外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出現的 亦都不知道會不會是利好的 另外一份聲明 另外一張好牌 另外一張好牌 就是 中美會不會有會談 會不會有會 結果呢 有會 雜特有會 亦都市場 被解釋 現在解釋這件事情 就是如果談不完的 都不會有會的 既然習近平和特朗普 談過電話 肯出席 在G20的時候 大家會會面 應該都是有辦法談的 大家現在有個利好的憧憬在這裡 所以就刺激到 中港股市都會大幅反彈 好了 這兩張好牌出了之後 為什麼說在這裡等叫戶呢 就是始終減息 都是未減的 第一 第二 始終習特未開會 現在是有個聲明出來 是利好 但是 就未落實的很多東西 都是在這裡等叫戶 如果是落實到的 那就不同了 那當然還可以好一點 不過等叫戶 起碼一樣東西 就是恨子 連續兩天站在小雙底頸線之上 如果明天都是第三天站在之後 很大機會 就可以朝著小雙底量度升幅目標 29,000區進發 大家可以看看恨子這幅圖 昨天一個列口上升 今天再一支揚足相 目前去到28,550 距離29,000區 當然就為數不遠 而今天其實已經升破了什麼 就是上高的高位 30,280點 跌到6月4日的低位 26671 反彈50% 就是28,400多點 不夠500 今天到了500 就反彈了五成 跌幅的50% 反彈了 後市 按照小雙底量度升幅的反彈幅度計 就有機會去到29,000區 所以我相信都很大機會 叫到這個糊食得出的 好 但是已經這麼遲了 會不會現在才追 就太遲了 所以你不要希望它這麼快食出 可能希望它靠一靠 因為連續升了幾天 靠一靠下來 然後再上 靠一靠下來的話 反而有些機會 可能有機會買一些平貨 當然 這個是短期反彈 必須在這裡重申 是短期反彈 如果你是擔心的話 中長線還是未明朗的 特別是集特匯 不知道談完之後結果會是怎樣的 亦都不肯定 談完之後 之後中美的貿易紛爭就結束的 所以如果你真的擔心這些東西 第一 就不要做 第二 要做的話都少住 第三 如果真的做了 就請你訂一個指示位 以防萬一 注意風險 好了 那恆指是這樣 各指的情況其實都是類似的 小商底 可能有機會 即是叫壺 去到大概11,000區 如果量度升幅 就接近11,18點 即是多了100點 好了 最重要的一件事 其實不在港股那裡 是什麼呢 在內地股市 今天我是經濟日報網站寫的篇文 就是說 美國減息 A股更高 今天A股升得更多 今天A股升了多少呢 2.38% 2.4% 上升上升 還要是什麼呢 其實自5月6日 這一天 就是 習近平被特朗普將軍 特朗普就說 中國 中國不認造 不認賬 於是乎 就要加你這個關稅 那天 一開始就裂口下跌 一直不停跌 然後A股要頂住 2,800區頂住 之後 現在反彈上來 今天 是最高的一天 衝到上去接近3,000點 最高見過2,997的 那這個下跌裂口 大概的頂就在3,050 如果之前這一天 4月30號 最低位是3052 之前這一天的低位是3050 所以大概3050區 如果你衝上來 有機會回補這個裂口 就是先去到3050區 先看著這個位置 那今天 上升指數其實還很高 其實原因就是 不單止 憧憬美國有機會減息 而是憧憬 中國內地都會放水 為什麼這樣說呢 就是今年 其實1月4日 同一天 就是中美同時間 其實先後的 都是告訴大家 會放水的 1月4日那天 其實先是總理李克強 視察一些銀行 四大九雙型銀行 之後 就說要全面講準 結果那天收市之後 傍晚的事份 宣佈說要降準 而在當晚 那天是星期五 當晚 在晚上的時候 聯儲局主席鮑威爾 出席會議的時候 就說 會保持這個 耐性 不加息的 不加息 當時剛剛是1月初 去年12月底下跌到飛起 因為聯儲局加息之後 被特朗普罵到暈 罵鮑威爾罵到暈 所以為何今年2月那時 現在傳出來說 2月那時 特朗普想 鄧東菇 想把 鮑威爾 鄧東菇 既然不解僱他 是不是可以將他降職 其實我還沒聽到這個聲音 我上週一的視頻 跟大家都說 其實特朗普最好 就是委任自己 做聯儲局主席 因為一直看息的 他真的比較準 雖然 當然 美國還沒出現過這個情況 不過憲法又好像說 沒有這個 不行的 我開玩笑而已 但是 的確 他罵鮑威爾 鮑威爾 其實是有壓力的 一直改改 現在都很符合 特朗普 想聯儲局做事的方向 市場的力量 亦都說了給聯儲局聽 你應該這樣做 結果現在聯儲局 基本上 跟市場的估計開始吻合 即是說7月會減息 9月會再減息 所以 有機會會減息 既然美國有機會減息 內地 亦都有機會放水 當然內地放水不一定是減息 可以是減息 但亦都可以是降準 亦都可以是定向降準 或者那些麻辣粉 燉麻辣粉 那類型都可以 無論如何都好 中國都有機會放水 所以今天 A股炒了上來 當然還有一個原因 就是炒中美貿談 希望他們有成 所以大家上來 看看是否可以回補這個跌口 雖然 上證指數 你見到它還未回補 不過有一個 更加重要的 就是人民幣 人民幣今天 大升 向下就是大升 美元跌 向下大升 去到6.85 其實升那麼多 即是差不多 市場在 預期中美貿談 怎麼都會有一點點成果 即是說集特匯之後 怎麼都好像 會有些事情 談到出來 它的走勢 是這樣告訴大家 當然 這個跟美國會減息 所以人民幣有機會 人民幣大升 亦都有關係 你見到 最近6.92區 雖然穿過 但基本上在那個位置都守住 然後現在下降到6.85區 下降到6.85區 那就不同了 即是人民幣壓力 少了 即是說 看淡中國經濟 看淡中國 各方面的因素 就少了 所以這個很重要 由於這個少了 就很利好中資金融股 等一會再講中資金融股 現在還未講中資金融股之前 要講一件事 就是美國會減息之後 利好一個 就是商品 商品的代表就是黃金 金價 今天就是 好 衝上去 潮注1400進發 1350升穿了 現在潮注1400進發 所以一些金礦股 紫金 招金 那些就升得很好 好 金值得看好的 另外 中資金融股裡面有三隻 一隻就是銀行 一隻就是保險 一隻就是證券股 先講銀行 前銀子成份股 招商銀行 今天這隻股創五萬二週新高 大市還未創五萬二週新高 國企指數還未創五萬二週新高 他就創五萬二週新高 就飆了上去 衝一下 以前的最高位 42.5毫半收市 升了4.9% 這些股股很強勢 這些要值得注意 另外 平保 曾經創五萬二週新高 收市位剛剛差一點點 最高的時候見過94.9% 較前浪頂 94.5毫半 就高了一點點 但收就收94.3毫半 較前浪頂94.5毫半 就低了2毫子 但也是強 升了3.7% 這個也可以大家留意 另外一隻證券股 這個證券股也有很多 證券股也有升 可以看一看華泰證券 HTSC 6886 今天曾經升到接近 不是接近 是過了14元 升6.4% 收市的時候 都升4.75% 收補13.6毫半 按順序 我就覺得招行 最好 平保 第二 證券股代表 就是華泰證券 第三 這是有順序之分 大家可以注意 總結而言 港股 受到 兩個份聲明 即是兩張好牌的刺激 現在 衝上去 喬緊湖 有機會 食出這個小箱底 量度升幅目標29,000 如果明天有些回吐 反而可能是一個吸納的機會 當然 再重申一次 這個是 短期反彈來住 因為 還有很多 因素 是未知道的 包括中美貿談 最後的結果會是怎樣 所以如果你是擔心的話 就不要玩 如果你玩的話 請你注意風險 在看紙站和紙攝位 今天分析就此為止 多謝大家收看